空降部队有打开飞机的侧门往下跳的 也有打开飞机的尾门往下跳的 等你见过先爬上飞机的机翼再往下跳的吗 事实上发明了空降部队的战斗民主 第一次跳伞时采用的策略就是这样的 看这段视频 是1930年第一批苏联散兵 从一架图伯列夫TB-3重型轰炸机的机翼上 往下跳伞式的画面 相当魔幻的机智感有没有 难不成他们一开始就是蹲在机翼上 跟着轰炸机一起飞上天的吗 当然不是 他们是到了跳伞高度之后 从机舱顶部的一个出口 排着队爬到机翼上的 我个人觉得还不直接叫我跳 爬的过程显然会比跳还要恐怖的多 你们觉得呢 当然别以为你有胆往下跳就可以了 这只不过是闪降当中最容易的部分 最难的是怎么落地了 要是落得不对 腿部受伤都只是小事 对胀气造成的内伤 才叫痛苦不堪啊 所以美国闪兵都要采用一种 叫做PLF的特殊落地技术 来将地面的冲击有效地分布到全身 避免受伤 但是你看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背了几十公斤重的大包啊 这还怎么PLF呢 所以啊 他们就作弊呗 在快要落地的时候 先把大包给扔下来 说不定还能当个屁电呢 只是掌握时机就很关键了 好啊 好啊 好